各位老师 各位太极爱好者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欧洲太极无化传播中心主办的一周一太极公益讲座 欧洲太极无化传播中心是一个致力于推广太极中医国学的全球网络平台 我们邀请到世界顶级的太极全家 中医学家和国学专家做公益系列讲座 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 喜爱 推广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是今天讲座的主持人佟庆梅 今天我们的演讲嘉宾是钟振山老师 钟老师是武士太极拳第五代传人 中国武术八段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士太极拳传承人 当代中国太极名家 现任钟振山武士太极拳总会会长 中国北京大学武士太极拳研究会民意会长 香港气功太极拳设民意会长 北美武豪太极拳总会海外顾问等职位 被北京中药大学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大学 广西柳州武术学会 和被邯郸太极拳文化学院评为客座教授 钟老师来武士太极拳创始人 武于乡之敌宣孙之绪 十三岁重学于永年武士太极拳第四代传人 中国太极拳十三名家之一姚记祖先生 系列武士太极拳 刀剑 杆枪 推手等 尽得真传 钟正山老师潜心研究太极拳 曾发表太极拳听静与懂静等多篇论文 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 武士太极拳等著作 并参与编写国家的武士太极拳竞选套路 和永年太极拳制 钟老师还把武士太极拳推向了北大 清华等高校 多次参加国内外太极拳论坛 先后到美国 意大利等国传授武士太极拳 使武士太极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可谓逃离满天下 钟正山老师在武士太极拳的继承和传播推广等方面 做出了突出贡献 被授予太极拳名家五零百级 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太极拳论坛上 也被授予肯特级上销荣誉称号 上次钟老师为我们讲解了五世 十三世 循环太极拳 第六世 如风世壁和第七世 抱虎推山 也讲解了以腰为主宰是太极拳的基本运动方式 接下来钟老师将为我们继续讲解权力空松圆火 以及第八世到第十世 也就是左右野马分钟 左右分角 转身左灯角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观看钟老师为我们精心准备的教学视频 播放完毕 我们进入互动环节 钟老师将回答我们的提问 大家好 今天我在讲太极拳的气势 五世 五世太极拳讲空松圆火 在上一节课 我已经讲了以腰为主宰 也就是说太极拳身体任何部位在运动当中都是以腰为主宰 也是在腰为主宰 用腰在催动身体的运动 在这节课 也是讲以腰为主宰 但这是又是在高那一层 在我们练太拳的时候 你进入了高的境界之后 就进入高的层次之后 你身体有宣空高大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 实际上 这就是内气的运动 也就是五世太极拳讲空松圆火 那同样就是王宗太极拳那样 利路平准 火刺车链 例如讲了 两手支撑 一气贯穿 整个身体 都靠气力支撑 身体露气球一样 空松圆火 只有圆 它才能火 只有圆 它才能火 你放 据人家讲 自动车坐了 自动车轮是圆 你登开 它就不会往前走 路过自动车轮是放的 它不会走 那就是圆 只有圆 才能火 所以在五世太极拳 在腔调松的基础上 又特别重视空 所以在五世太极拳 它提到了 空松圆火 这个空 必然有松 松必然有空 我们在平常讲 练它也讲 松 要放松 再松 再松 松是指什么 肌肉要松开 筋骨要舒展 骨节要开启 这是松的效果 这要松 第一个是松肌肉 肌肉松的话 筋尽量舒展 筋舒展 骨份自然就开了 所以这要松 松的还有一个作用 松 浑身肉 放松之后 它就往下 垂 坠 所以 练这实验长了 上一个层次 有干脚 骨肉分离 肉好像垂 掉下来了 骨头就生起来了 这个一生 就是空 一方松 放松 这个肉 气 往下 垂 扭 干脚 头顶 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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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里边 开始站稳 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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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 脚 脚脚 脚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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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练一步以后,你的身体速度行动自如,这是第一次。 到第三次,人在水里上边。 特别,小心,精神,全身,灌热,步履,步兵。 一不小心,就掉到水里。 他将来的第三次。 空就指身体,肉沉,气沉到下边,鼓动,就升起来,飘起来,一叫,一声起来。 肉沉,鼓声,空,这是空。 所以,人体像个气球一样,包嘛。 所以说,你在脸松沉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 往上须顶顶顶顶,就骨头要升起来。 这个时候,你感觉浑身,气势比较包嘛。 就像气球里面,气冲起来一样。 这是,肉沉,鼓声。 下边,讲到一个,元,元国。 元,我们都知道。 太极图是个元。 有物济生太极,太极生阴阳。 那是个元球,太极球,太极图。 所以我们身体同样,也是。 那是,是个气势要包嘛。 你要想气势宝满,气势圆满,必须先求元。 这是,我画了一个图。 这叫气势圆满。 你要求元,气势圆满。 第一个,你在意念当中,你要精神贯注。 你要想到,你有个气势的范围。 这个气势范围的大小,跟你功夫有关系。 功夫约大,气势约大。 当你初恋到一定层次的时候, 初恋的时候,你要用意念去想。 全身贯注的想,精神贯注。 你想,以腰为中心。 大家上节课讲了,腰为中心。 这是腰。 再想想,向四位支撑推出八条线。 你看,一二三四八条线。 前后左右四个斜角。 向四面八方。 推出支撑。 支撑八面。 支撑八条线。 要线线向等。 长度向。 你看,八条线向等。 所以,你整个身体就像车链一样。 两手支撑一批贯穿。 多重则多虚。 那不是就是车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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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 就是车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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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 从边缘收到腰间,但你发的时候,又要从腰间向八面支撑, 一定要往八面支撑, 它不是往往支撑,一定要八面支撑到气势的外颜部分。 支撑八条线要向等,要支撑到外颜部分。 你只要收八条线同时收,外颜是个圆的。 往外支撑,气势放大,它永远外颜是圆的。 这就叫圆了。 要如果你在支撑的时候,你出现这种情况。 你看,这都是这样的。 到这儿你看,它这个距离有一个长,这叫凸。 你看这个短,这叫奥。 你看这个圆,它就不远。 所以只有凸奥,这个叫圆。 我们练习太拳的收与发,就是指这个。 七十一圆了,它将是四面八方,是个平面。 立体同样式。 你只要收八条线,都要收回腰间。 从腰间,要往四面八方,推出。 仍然是个圆。 转也是个圆。 小,收小,转也是个圆。 放大转也是个圆。 一会儿,你这种意念,这种气势,放大, 到边缘这个部位。 不能不到,这个气势,它就没有到。 所以,它出现二。 这个气势,过了,就凸。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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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气势,肯定在身上出了问题。 你在机器上, 你受制于人, 你就不可能跨掉别人的气势。 你受制于人。 所以说,练太拟拳, 你要悟过不羁。 这个不能过,你不能不到。 你看,这条线就过了, 这个叫不到,就是心不能能圆。 心不能圆,你就不能圆住。 你就不能活。 只有你圆了以后,它在活。 旋律万自如。 所以说,这是武士太太讲的气势。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一腰被主宰。 这个腰被主宰,它不仅仅是类似, 以腰带动身体。 更坚强了,用气势。 这个气势。 根源,它在腰。 腰向四周,八面支撑出去,收回到腰。 这不是腰为主宰。 所以说,时时刻刻,表住腰间。 收,发,收,发。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师兄,他练的是,推手不错。 一弄推手,他老是干脆自己, 就说,发来的时候,发不出去。 他有一次在跟别人交手的时候, 别人推他,不用自主往后退。 所以,当他退到枪根的时候, 背,几乎埋枪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背往枪上一靠。 往枪上一靠。 整个身体,一放大, 对方动动动动吹了。 十几次。 这个时候,他就体会到了, 哎呀,发劲的时候。 手往前发劲, 后背一定要往后靠。 实际上,这叫什么呢? 这叫前后对板。 收,是往同样收。 发,要往前,往前推手, 一定一朝后靠。 前面推多少? 后边,前面推多远? 多大距离? 往后靠,就像多大距离。 同样,左右同样。 左右同样。 你推手,要量肩放松, 要松肩沉肘。 松肩不是往下坠, 而是左右松开, 周边往下沉, 所以这个肩, 它就往下坠的感觉。 所以实际上是左右松开, 左右松开, 前后对板, 左右对板。 再加上, 头顶白慧, 上顶, 回雨下沉, 交给大距。 你看这个, 上下坠, 它就形成个球体。 所以五十太拳, 讲, 五十太拳是个球体。 和, 从边缘部分收到腰间, 看, 从腰间向四周, 放大。 这个筋印出来。 所以, 它在运用当中, 是个球形在动, 一收一放, 一收一放, 再加上的作用, 所以对方作用旋转。 你从这个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轮, 外延, 这是轮。 轮, 边缘永远是被动的。 腰是不动的。 腰不动, 它边缘这么动。 只要腰动, 边缘动, 它不是收动。 你看, 一转, 腰动, 再动。 你看,收动就是这个。 你看, 它相照就能形成一个整体。 所以说, 边缘永远是被动的。 腰永远是出动的。 所以在推出当中, 就是说, 外形虽然, 内, 内, 浸, 幽济。 这个, 我可以举胡椒图上。 什么叫外形虽然? 你看, 这个大手。 你看, 这块球。 外动, 如果从而来推, 往前推, 轻轻推, 外形虽然, 内心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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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看, 他往这儿推, 我一推他, 我这儿, 腰打。 他往这儿推, 往这儿推, 往这儿推, 虽然, 他往这儿推, 你推不推, 我就进了, 就行了。 包括这个轻火关才不用的, 往上推, 我这儿走, 打不进, 就出了。 所以, 外形, 永远是, 随人, 不管怎么推, 你往这儿推, 随, 往这儿推,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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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内心虽然, 随的同时, 这儿的手画, 内心有腰, 往前借, 再一个, 你看, 往这儿走, 外形走, 这边一定借, 所以说, 我这个课里, 讲的, 诸载一个腰, 是将来气势, 以腰为诸载, 以腰为公形, 往外放的时候, 气势放大, 往四周放大, 放大的距离, 日程的, 日程的, 日程八面语的距离, 要相等, 手, 同样, 这八腰前, 同时, 收到腰间, 同样要相等, 只有这样, 人体像, 像一个汽车一样, 滚动, 所以说, 林玉说, 太阳诗, 不动臂丝毫, 臂丝, 跌出, 我没有推你, 我随你管, 你适合自己摔去, 好, 今天, 讲到这儿, 下课, 今天, 我接着了上节课的, 是, 路逢此臂, 抱护吹山, 接着往下讲, 首先, 我先来演示一下, 上几节课, 练的这几时, 预备式, 开步, 起式, 左蓝扎椅, 右蓝扎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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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四五度C脚, 半边, 提手上, 只要白个亮翅, 露脐傲椅, 左蓝扎椅, 左蓝扎椅, 右蓝扎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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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复吹山,上次就练到这里,报复吹山,下边练是野蛮分踪, 桌右起脚,专身登脚,在这我们叫三式,野蛮分踪是做了三个,接着报复吹山刀这边,野蛮分踪是45度, 合的时候,跟部的时候,两个手向合,抱吹吹山,野蛮的合, 手心基本相对,你可以微微交叉一下,上步,斜超过45度,上步,分,两手分开, 这个就带着什么?右靠,左靠,靠,灌腰,纯掌,就往这平带, 这是第一个野蛮分踪,跟上,再做一个。 报复吹山,盖部,指向着合,上路,翻压, 你看这是个宫部,宫部里,右腿不能伸直,左腿不能超过脚尖, 左脚的方向,基本是正方向,因为偏偏是可以, 基本是正,偏偏偏,偏偏的交度, 抱吹吹山,两个手上下向合,上步,断腰翻, 你看这个手,高与肩平,手心斜超上, 右手要右下按,上就是个踩。 好,再来,抱吹山,抱掌,上步飞按,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看这个左脚支持正方向,这个时候要移, 左脚跟位走,向外撇,四十五度。 撇,撇,撇的时候,后脚跟,要提起,用胶张脸,撇,脸,三段脸。 如果初恋,你脸不成,就直接撇,撇,撇力同时,一动无有无动, 撇力同时,你看这个左手,微微收心朝下,翻掌。 这个时候到这,该目暴掌,目看左手,再向右前方,上步,上,功步飞按, 右前方,这是第一个,你看,右手手先斜超上。 左手向下,向外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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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 这个手能超过右脚,哪有空,不要超过右脚,力点在手臂。 背部爆炸,上部飞啊,背脚翻炸,背部爆炸, 第二个野马飞动,右野马飞动,上部飞啊, 第三个野马飞动,背右脚捏,左脚捏,背部爆炸,上部飞啊, 同样,周要招膝盖,周一飞合,监狱垮合,监狱垮合。 这个野马飞动,它充满体现了腰的广度。 再来,抱我推上,抱我推上。 抱我掌,以腰围固在断腰, 背脚,背部断腰,上部, 拌腰分长,往外开,气势放大。 开,背脚,这是气势收小,往腰收,气势收到腰间。 再放大,气势放大。 8倍称。 好,这三个。 再来一遍。 从面上这一边。 抱不吹山,跟。 抱不吹山,跟部暴涨,上部飞啊。 白脚跟部暴涨,上部飞啊。 白脚跟部暴涨,上部飞啊。 看一次,很多飞啊。 可以帮大家出现的。 我往前做一下。 这是抱不吹山。 你看,抱费山在这边。 肝骨不要小一点。 就抱着上部。 哇,这脚,脚就呵。 白,你看这个,东,西向着,抱,上,来,这儿第二个,好,你看这个,收脚,这个收脚,第二,第三,白,跟,再上步,飞啊,好, 这是叶玛飞踪,叶玛飞踪,就是两把手,下面祈求一样,以腰为主宰,线转,通过腰的线转带动手,加上手的线转,手并线转,这是叶玛飞踪,下边是叶玛飞踪, 这是左右崑搭踪,右踪脚,右踪脚是右分脚,代上 ejeン玛飞踪,右踪脚,右踪脚是右分脚。 这个脚基本是正,脚壁,踢脚,膝盖踢起来,把脚撑出去,随着两手撑,右踢脚,左踢脚,啊! 肩,脚壁,踢腿,踢脚,好,再一半分钟,右踢脚,右踢脚,右踢脚踢,左踢脚,啊! 左踢脚,右踢脚,右踢脚,左踢脚,我踢脚,抱住推山, 左踢脚,左踢脚 左踢脚,左踢脚,左踢脚,右踢脚,再 fireplace踢脚,右踢脚飼器同样… 桌脚,再桌踢脚,要脚撑出去,撑。 往这边做一点。 抱着扇子。 叶玛冰棕。 一,摆脚,二,摆脚,三,踢脚。 踢,踢,踢,摆脚,再踢。 好。 刚才教的是,叶玛冰棕,左右起脚。 下个动作,专身蹬脚。 我从抱着扇子里做。 抱着扇子,叶玛冰棕。 一,摆脚,叶玛冰棕。 二,摆脚,叶玛冰棕。 一,摆脚。 右踢脚。 左踢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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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踢脚。 左踢脚。 右踢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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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手,基本上这个脚钻成四十五度,两个手从胸前交叉,蹬左脚,左手在外,朝蹬脚,收回来,摆。 从这个手,分脚来开始,捏马被动,右分脚,跤踏,踢,落脚,一根部,跤踏,再踢,关身,蹬脚,蹬脚。 好,收回来,一蹬脚就收回来,成这个手。 这是在今天讲的内容,椰板肥虫,左右肥脚,关身蹬脚。 下边这个,我是背面,给你准备。 抱肥虫,是这边的。 这正面的? 这边,背面。 抱肥虫,椰板肥虫,脚马,转腰,摆脚,上股,摆脚,摆脚,再上股,摆脚,上股,摆脚。 摆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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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脚。 摆脚,摆脚,摆脚达,摆脚,摆脚。 肚hnlich,摆脚,摆脚。 说回来,蹲,中心右脾,起,撑,开,合。 左脚,左脚,上右脚,右按摩,跟三边扣脚,白个亮翅, 左脚,白个亮翅,下腿,左脚,右脚,翻篮处理, 右脚,正,落空机灵,正,抱,追上, 一,二,三,右踢脚,脚臂,非常踢脚踢, 左脚,落脚,再脚臂,左踢脚,后插步,翻身,脚臂,分脚,蹬脚,蹬。 这是我们今天学的内容。 一万分钟左右分脚,不然是蹬脚。 在今天讲课的时候,将来重点是气势,腰位主宰。 要空松圆火,要用力,不要用力。 你看,手起来,两手抱圆,不是这个人。 它不是这个人,它是这个人。 空松,要空,要松下去,肉气撑下去,头要竖起来。 续令经济。 圆火,衣腰位主宰。 这个衣腰位主宰就是所谓,气势放大。 像是,收,收到腰间,放大。 旋转,放大。 跟,转腰。 然后,收,气收到腰间。 气是收小。 直合,开。 以腰位中心,向四腕开。 四腕开。 该往前攻步的时候,攻步。 但是,正身体开始说,四面八方支撑。 四面八方支撑,它不是这个人。 支撑,身体是正的。 要一个方向吹,它就吹。 支撑,再转。 支撑。 跟,包括单边,气势放大。 收到腰间,开。 好。 今天,我教练是叶玛分松。 作用分角,关心登角。 将内容是,以腰位主宰。 以腰位中心,和收到腰间,开。 从腰间向四面八方撑出。 我叫支撑八面。 好,今天课就讲到这儿。 谢谢。 好,下面我们进入问答环节。 有问题的朋友可以自己开麦。 问钟老师问题。 也可以写在留言区里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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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聽見一個 OK 那我問 如果大家現在還沒有問題 我先問一個拋磚隱律 朱老師您剛才講空松圓火 我跟著做的時候 我就發現確實是按您講的 就是說想到往腰裡面收 然後再往外向四面八方膨脹 確實是好像有一種人好像有點高大的感覺 然後我就說我對這個火好像理解的 還不是太懂這個圓火 就是說圓了以後 是不是就是氣它的流動就置入了 然後你的動作就可以行雲流水 這個空松圓火 這個將來不過是氣勢 事實上將來依舊是氣 氣的運行 特別我講到空松圓 目的都是為了火 所以優源再有火 在上級刻將來依腰為主 其實這個武士太拳 它要求是重內不重外 重內 內就重氣勢 氣的運行 外就是肢體 一內在外 這個內實際上就是氣 所以說這個收起來 你形成一個 把身體練成一個氣體 就像氣球一樣 氣球它的縮小 縮小 它是往中間 以腰位中心 向中間收縮 放大 那個球體是什麼 四外八方 支撐 所以這個太拳的呼吸 這邊又講這個 自然呼吸 胸式呼吸 又叫 丹田呼吸 呼式呼吸 其實呼式呼吸 就是丹田呼吸 就是 你都是 在這裡 含毛眼 在西系裡 在這個 西系裡 在這個 從含毛眼把這個 外 宇宙 建立這個 氣 要收縮到 丹田 再從丹田 從含毛 孔裡邊 再把它 敷到宇宙 當中 像是個能量 所以說 有緣 必有活 你氣勢 能夠支撐緣 他在那 活 所以這個 活 動力是在內 不在外 內 內 是氣勢 孤單 所以說 外 雖 內 動 禁物断雖 你只有這個氣勢 內在的氣勢 它的孤單 它的運行 所以 外 在的肢體 才能 隨著在動 近 就不會斷 所以這個動 實際上是 叫氣動 而非行動 而不是你外形在動 主要是 內氣在動 所以這個才能形成一家 這個氣就自然能遍及身軀 浴室就能把面專化自如 我意義往何處 氣就往何處 啊 一氣就能 能達到這個 物來順應的這種經濟 嗯 至此 不論是前進後退 左轉右旋 只要 一舉動 手一動 身體一動 氣便能運行 專喚自如 這個活 留在其中 這就活了 只要氣一動 周身都在動 所以這個一定要記清楚 啊 這是氣動 啊 不要用 不要知氣動 啊 啊 所謂的氣路車輪 腰路車軸 活死車輪 這個都是指氣動 氣動 直接在動 啊 所以這個就叫活 啊 OK 再一個我們講到這個空鬆 圓活 空 鬆 可能這個 呃 講的比較少 我們講的鬆比較多 鬆就是肌肉放鬆 肌 舒展 骨頭 肤 打開 開啟 這不叫鬆 鬆開 啊 鬆開之後 這是 那個意 啊 就是實際上我們在練拳的時候 就是 渾身的肌肉骨骨都鬆開之後 它是往下沉墜啊 啊 往下鬆沉 那個骨頭是一絲頂起來 這個 武士在叫意上升 這個意上升 這個意上升的時候 這就是空啊 啊 也就是剛才主任講的 身有那種 宣控高大的那種感覺 啊 今天我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學員 他 現在練拳練了 就是三年 就說 他是這個 眼睛 是近視眼 啊 平常啊 經常戴鏡子 進來這一段以後呢 他老是往戴 戴鏡子 開車 他的眼突然不一天好啊 並且感覺一練拳這個眼 特別明亮 啊 所以說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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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你精神提得起 啊 身體有這個 宣控高大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近距 啊 給腰距胸距 它都拔開之後 氣血昌通 自然眼 就特別明亮 啊 啊 這就是中藝按摩 按摩 你近距的時候 按摩一會兒 你睜眼一看 眼睛特別明亮 啊 這有氣在氣中的作用 嗯 鍾老師講得太好了 其實我剛才的問題 本來也想接著就是問這個 呼吸 這個 就是說 這個空中圓活 然後這個 收氣 然後這個機器這個 也想問 但是您剛才都做了解釋 下面呢 我看見那個 文化那個 留言區裡面有老師問 這個可能老師已經講了 但是我再問一下 老師可以再補充 鍾老師 如何做到以氣運升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以氣運升 以氣 運升 運動的運動 你說 嗯 嗯 如何做到 以氣 運升 以這個氣 我們剛才都講氣嘛 氣 來運動 身體 怎麼運升 運動的運 氣體的氣 身體的身 這是一個 這個問題 嗯 然後 好 你說 嗯 然後第二個問題 是問 說這個 就是 是像平面的八個方向膨脹 就是說 還是 立體的球膨脹 嗯 嗯 好 清楚 嗯 我先講這個 以氣運升 在武士泰拳陣上 一心興氣 一氣 運升 一心興氣 一意興氣 一神興氣 這都是指 一個意念 首先你要 有這種意念 你想 吸氣的時候 啊 你要是 你練了一段時間 收腹 就肚脐 招命門 這不是吸氣啊 肚脐往回收 肚脐去招命門去 那個威力威力往前送 啊 這不是吸氣啊 你這個時候就感覺 啊 四肢 上隻手 一下子的腳 膠脂 兩個氣 都收到了腰間 到命門中 啊 或者到腰間 都可以 這是吸氣 是吧 你感覺 收臂 尤其收臂 收指 都 收心 又往內 收縮 啊 吸 教訓 又往上提 哎 這麼收到腰間 這就是從 四肢 把那個氣 收到了腰間 並且感覺那個收臂 啊 發細 把你收縮的這個感覺 這收縮 到腰間 這是 吸氣 這叫虛勢 虛勁 啊 這個時候 收腹 那是 這不就是憨凶把輩啊 這收腹 身體高大 在一上步 氣往下沉 氣 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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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膠底 這個時候你看到 兩 兩 兩臂 兩腿 它有 粗大的感覺 也粗 哎 這就是呼氣 這呼氣 你看 感覺到 上肢 感覺到 手指 手指用發脹 發麻 啊 下半刀 膠掌 膠心 就雍泉 那個部位 又微微的 往下 踏地 微微 指使個 吐 指使往下吐 吐氣那種感覺 收心同樣 啊 單止吐掌 感覺這個 收掌 掌心慢慢吐 啊 指使個意 就被外形 奔發吐出去 啊 這初戀的時候 這就是 一心形起 一氣運身 就從手指收到腰間 從腰間 啊 再翻回四肢 啊 這就是 運氣 一氣運身 啊 呃 再一個問題 提一個是 什麼呀 這個 呃 就是 是像平面的八個方向膨脹 對 還是說 什麼 初戀的時候 初戀的時候 十方平面八個方向膨脹 嗯 實際上 四面八方 是個球體 一球中間 向上下左右八面 初戀的時候 你往水平方向八個方向膨脹 啊 初戀 到你練 這個 呃 八面支撐的時候 你感覺整個 一個人體 像一個圓主體一樣 圓主體 收小 細 再 啊 擴張 再大 這個圓主體 當你這個練 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之後 整個身體上 球體一樣 出小 放大 就可以了 啊 啊 初戀的時候 一定往八個方向 啊 推出 用八個方向往腰間收縮 嗯 嗯 那鍾老師 那個 呃 先平面練 就是 然後再 這個數字 然後再整體 這個過程 一般要多長時間呢 要練 這個你練練 你會出現 上下 一往會輸出 上下一放大 OK 我是有這個感覺 我覺得好像 虛擬 不用飛球 嗯 好 嗯 下面啊 還有一個問題 是問 呃 那個 林可杰 呃 老師問的 說老師講得太好了 請問 發力是呼氣嗎 這個發力一般來說 都是呼氣 但也有吸氣發力 啊 因為太全那個 趨勢給發力 它不是自然的呼吸 它肢力是 全世界的呼吸 啊 被自然呼吸 可以說沒有關係 也有關係啊 右手是吸氣 就發力 嗯 嗯 留言區裡面 好像 暫時沒有新的問題了 別的老師有問題的話 還可以自己開麥問 嗯 中老師你好 講得 呃太棒了 那個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今天講的這個蹬腿啊 這個 好像 不太容易站得住 就是說 有什麼 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有的時候 好像站得歪啊 要晃啊 就是說 好像站不大住 哦 你這個 當你這個重心 一到 一個腿上 嗯 一定要 要怎麼樣呢 你要吸氣 你要吸氣 嗯 一定要吸氣 這個時候的氣 從四肢 收到腰間 吸 哎 他站了一條腿 踢起來 踢腿的時候呼氣 把四股 推出 而撐出 嗯 哎 他又站了一排 啊 一條腿 左腿 要在這個 葉馬分松的時候 要踢右腳 你這個時候 交叉上 吸氣 吸氣 呼氣 踢出去啊 一定要慢 動作要慢 先把 左腳 站穩 啊 氣 收到腰間 踢起腿來 站穩 在分掌的時候 兩掌 往外分 分批的時候 這個腿隨著掌 踢出去呼氣 就標擺 就說 裝換的時候要慢 不要快 然後這個踢腳的時候 是 感覺像上踢呢 還是像 前踢 或者像 像側面 對 他要偏一點 偏偏 偏 偏偏 右腳 腳踢 用腳踢 用腳踢 腳踢 對著 點踢 就是跟 顛對方的穴位一樣 哦 明白明白 就是說 還是 最後要 氣要運到腳尖上 是吧 對 一定要用到膠間上 用到膠間上 去點對方的穴位 就是那種 非常短 狠 明白明白 謝謝 那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裡 非常非常感謝鍾老師 好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鍾老師 然後 那個 講解的也好 視頻準備的也好 真的我們學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然後 下面呢 就是 我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這個歐洲太極文化傳播中心的工作人員 都是 都是志願者 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講座也非常多 所以呢 希望有更多的志願者加入我們 我們共同把這個 中國的傳統文化 太極 國學 中醫 傳播的更好 感謝大家 好 再見 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裡 好 謝謝鍾老師 再見 我們 昨天 我們 和我們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